大家好,我是Den 强迫自己的老婆拍摄不好的影片 以及成人直播的事件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共愤 四年前将女儿嫁给女婿金某的夫妻 发现结婚后女儿的行为举动一直都很奇怪 女婿是在某陆军单位工作的上级官 而每当夫妻说到 想要去女儿家里看看 夫妻俩就会拦住她们 而就在上个月 女儿给爸爸打了一通电话 表达了自己的困难 她说因为丈夫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因为丈夫自己很痛苦 受到惊吓的父亲 决定第二天去见一见女儿 但是在当天下午发现女儿的时候 女儿已经离开了 之后在殡仪馆 从女儿的朋友那里 父亲得知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据了解女婿一直强迫女儿拍摄 并将其卖给成人网站 甚至从两年前开始 还强迫她进行成人直播 父亲也在女儿的房间里 看到了很多直播用的设备 而在隔壁房间里 女婿金某也有一台电脑 似乎是在监视女儿的直播 她说丈夫教她怎么直播 一周有六天都在直播 每天直播十小时十二小时 其实根据警方发表 丈夫金某在2021年7月 就被发现在网上分享非法影片 并在那时被迫退伍了 而这期间不堪忍受的女儿 也提出了离婚要求 丹金某没有同意 女儿也将自己长久以来的痛苦 写在了艺术上 我在丈夫的监视下 被迫进行了直播 严重的压力和阴郁困扰着我 即使分手了 她也会威胁我 并不断向我要钱 在整个葬礼期间 丈夫金某都没有出现过一次 对于室外家属的疑问 丈夫则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也强烈否认这一切 说根本不是事实 但是在葬礼后 金某就再也没有接过联系了 人传警察已经开始了调查 以驾驶的监控书和 受害者的手机为基础 对周边人物进行调查 而之前曾负责对金某 进行强制退伍处罚的军方表示 当时并不知道 非发影片受害者 就是金某的妻子 而对民间人士 进行调查也有困难 所以当时并未对其 进行刑事处罚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丈夫竟然让妻子 进行成人直播 绝对不是正常人 和这样的人 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这根本不是丈夫 而是Pujo 竟然Pujo自己的妻子 防止妻子逃跑 让他断掉与家人的联系 还利用他的弱点和羞耻心 把他关进楼笼里 让他干那些事 不仅要处罚丈夫 还需要处罚那些订阅者们 撇开夫妻关系不谈 他没有把一个人 当成是人对待 简直是一个凶恶的罪犯 在最终罪犯的人权之前 应该先对他 侵犯受害者人权的行为 付出代价 为了受害者的安息 也应该严惩这种无耻的罪犯 看到被爱着父亲哭的样子 我也流泪了 如果我生病 或者有什么不偶的事情 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比我还要伤心的样子 我能想到他的心情 会有多么痛苦 希望这样的案例 能够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对于丈夫强迫妻子 做的那些事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